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如今的汽车市场 人民以及不能简单从车的配置 车的性能来评价辆车的成功与否了 有的车在被上市前几乎无人问津 但是等到上市后 却可以做到大卖 而有的车虽然口碑一直都很好 但是销量却十分凄惨 到底什么样的车会遭遇这样尴尬的经历 今天想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大众辉昂 2016年 大众发布了旗下全新的中大型轿车 用于衔接灰腾和麦腾之间的市场空白 新车采用和奥迪A6相同的MLB平台打造 因此也有人将它比作是奥迪A6的孪生兄弟 尽管辉昂也拥有宽敞的乘坐空间 丰富的车内配置 以及不足的性能 但是却没有和奥迪A6一样巨大到优惠幅度 或许也因为如此 大众辉昂的销距量一直都不好 大众零度 上海大众将零度定义为 首管宽体轿跑车 主打高端汽车市场 俯充横拓前连 车灯一体式灵力 双帽筒排气管尾部布局 引入巨蟹抛光设计 透露出浓烈的跑车气息 完美的TSI发动机 创新集成物轮增压技术 超帆动力 在为上市前 消费者都是满心期待的 但是因为市场成熟度差 上市后销量一直不怎么样 那直接大气 现在这款车刚刚进入大陆市场的时候 也是引起广大车友的 阵阵骚动的 不仅仅在于它的外观 还有它丰富的配置 然而不幸的是 这辆车每个月 销量仅仅只有20台 不久后便淡出了大陆市场 关制三 这款车由齐瑞和以色列合作演发 简形的车身线条 饱满的前脸造型 给人一种时尚又稳重的感觉 为了延迟这款车 关制也是投入了巨大的成本 所以它的售价自然不菲 或许这也是其销售不好的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